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句话是说总把心桃换旧符 那么这句话的桃符呢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对联 就是现在这种对联 那今天呢我就来说一说 大家知道为什么每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要贴对联吗 在玉竹宝典这本书上记载的是 人口中最早的春联叫做桃符 那桃符在古代的神话当中 说有一个鬼域的世界 说这个世界里面有一座大山 身上有一棵桃树 桃树很大 能够覆盖三千里 说在这个树梢上有一只金鸡 这个有一个规定 说只要是早上金鸡打鸣的时候 晚上出去游荡的鬼魂 你就必须要回到鬼域 这是一个时间点 然后在这棵桃树的东北方向 有这个大门 有这个鬼域的大门 门口呢有两个神 一个叫做神徒 一个叫做玉蕾 如果说知道了哪个鬼 哪个小鬼 在夜间在晚上要做了不好的事呢 他们就会在他回来报道的时候 用绳子 用这个盲尾做的绳子 把这个小鬼抓住捆起来 然后呢丢到山里面去喂老虎 所以说这个 其实这个山上的鬼呢 也是很害怕的 害怕这两个门神 于是呢民间的百姓呢 他们就用陶木 刻成了这两个门神的样子 然后放在自家的门口 用来驱神避鬼 那么再后来呢 直接就把这两个神的名字 刻在了这个陶木板上 所以说时间长了 这种陶木板呢 就被人们叫做陶福了 而真正把陶福改成窗帘的 他还是在后面 是后来到了明代 说明太祖 朱元璋年间呢 这个人虽然是一个小门小户 出生的一个市井人 没有什么文化 可是呢 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呢 很上进啊 很喜欢学习 甚至还一度的迷上了 这个对对子 只要是兴致来了 就出去对一对 说有一次过年的时候 春节嘛 朱元璋让全城的老百姓 说你们都要在自家的门口上 踢上对联 晚上呢 他这个微服私访啊 出去体察民情的时候 然后看到这些对联的时候呢 很喜庆嘛 他也很高兴 可是没有想到 走着走着 这家人的门上竟然没有贴 他就进去问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家人说 说我们是卖猪肉的 我也没什么文化 我们也不会写 也可能也比较穷吧 也就没有找人写 那皇帝一听呢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很有兴致说 那行 那我给你写吧 就要给这家人提对脸 那再后来 实在是因为 明太祖朱元璋 太喜欢对联了 所以他就在民间提倡 提倡这个过年 必须要贴对联 把它变成一种硬性的习俗 而后来呢 也就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好了 我今天的视频分享 就是这些 如果说你还是对哪些 我们创中国传统的习俗 和文化呢 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 跟我留言 给我们提供好的意见建议 我们下期再见